為了讓社區的民眾能夠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 此然社區發展協會 日前特別邀請到新住民到社區內 除了解說他們母國的特色之外 也準備了一些美食讓長輩們來品嘗 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 讓彼此之間能夠更加了解 進而讓社會更加和諧 今天社區辦理新住民活動 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新住民的朋友 跟我們台灣在地居民能夠互相融合 把新住民的文化跟傳承帶過來台灣這邊 因為他們來這邊要學習台灣的一些風俗習性 所以讓就是外配 就他們千里掉掉的來在這邊 讓他們有跟台灣居民互相學習的機會 互相在這邊交流做活動 先議員葉仁創表示 只能社區辦理這次的活動 也象徵台灣人對於不同族群文化的包容性 也希望透過這樣由下而上的方式 讓社區每個家庭關係都能夠更緊密 讓鄰里之間關係能夠更和諧 每一個國家來到台灣來到埔里 來到持人社區生活的姐姐妹妹們 融合在地的一個活動 然後搭配他們本來母國的很多的食材 服裝來呈現出另外一份美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台灣一個非常多元的文化 然後也體現到台灣一個包容性的活動 這個非常非常好 那麼也能由此從下來扎根 讓埔里讓我們的持人社區 讓所有的家庭能跟在地更結合在一起 對家庭的營造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副議長潘一全肯定持人社區發展協會的用心 也希望透過社區的努力 讓居民都能夠去了解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 讓社區能夠更加和諧 接著成為埔里採訪報導